刘培元的英文教室 成语造句篇第七十次集 我们学五个成语 我们看看 There is somebody to lions 把某个人丢给狮子 那就是九死一生 Listen in 这有些成语很奇怪 两个戒气词在一起很讨厌 Listen in 你听到一个什么中间 又听到一个什么上面 这个很讨厌 他有他的一个特定的意思 Listen in 搞不懂 猜也不好猜 A day late and a dollar short 这是以前美国很早以前 搞不好是上百年以前的 南方美国南方的一个 一个流行语 一个也算业语吧 或者邂逅语这种 A day late and a dollar short 他好几个意思 The die is cast 这个死呢 这个死呢 死亡是动词 那这边 THE那应该是名词 这个死亡也可以当名词嘛 这搞不懂 死亡是cast cast的意思好多 动词名词好多意思 Dog eat dog 狗吃狗 那什么意思 Throw somebody to the lions Listen in arm A day late and a dollar short The die is cast Dog eat dog 那我们造句呢 不要把我往火坑里推 老板现在正在发脾气 我才不要现在见他 现在是 这是火上加油 去九死一生啊 肯定没好话 我们可以用 把丢在狮子那边去 狮子一定摇死你 联邦调查局一直在监听我电话 原来是监听 Listen in 你的其中报告 既交得晚 内容也乏上可乘 又晚 内容又不好 A day late and a dollar short 那你说这个钱呢 不是 他的意思是这个意思 待会我们后面有解释他的意思 我和老板吵架 迟了工作 现在目已成舟了 我这个辞职啊 老板都批准了 这个生效了 没办法 现在道歉来不及了 The dying is cast 那什么意思呢 我待会讲 世界上有 如此多的饥饿 战争不幸 这真恐怖的世界 Dog eat dog 狗咬狗的世界 我们看看意思 Fear somebody to the lions Put someone in danger 把一个 某一个人推到 放到这个 有危险 有危险的地方 这个就很好了解 推到狮子 那你说为什么不用老虎 因为讲是森林啊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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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狮子是万兽之王 老虎呢 森林之王 那森林之王只在森林啊 万兽之王 可是有很多人讲呢 真的打起来的话 狮子打不过老虎 因为老虎 单打独斗 狮子是一群 真的单打独斗的时候 狮子不是老虎的对手 有人这样讲 狮子 老虎是比较凶猛 所以这个 但是以前看到Discovery 它有个channel 也做过模拟 结果狮子 狮子胜出 当然也没有人知道去弄一只很饿的老虎 跟很饿的两个去PK一下 Listening on 就 securely listen to 切听 偷偷的听 切听 A day late and a day short It is too late and too little 这是一个 这符号就另外 后面后面还有别的解释 就太晚了 而且太少了 不够 太少 太晚也太少了 钱不够 就以前呢 美国南方啊 因为以前有一段时间不景气啊 就是发薪薪水的时候 老板发不出薪水 就一发薪日的时候 结果老板发了 拖欠了 能拖欠一个礼拜 结果本来是 比如说一百美金 就只给八十 七十 而且是晚了一个礼拜 而且数目不足额 另外一个意思 Delay too long and ineffective 就是拖延太久 而且没有效率 就是我们的句子照例子 我们取第二个 Now waiting too long to do something 等太久了 The dawn is cast The future is set and things will unfold inevitably because a decision has been made or a course action has been taken which cannot be changed 就是未来的set 设定好了 确定了 那事情呢 unfold 就是蒙起来了 就是 没办 是包不住火了 不可避免的 这个事情大家都知道了 包不住了 因为一个 decision 一个决定呢 已经做了 or a course of action 一个行动的过程 course 一个过程呢 已经采取了 不能变了 木已成舟 事已至此 神秘组成熟犯 那die为什么是死呢 不是一字多译 它不是死 它是size 它的单数是die 但一般都用dice 用复数 因为一般在爆的时候 不会只爆一个 通常爆两个三个 所以通常用dice 它复数 那一个骰子就是die 所以它又是死 又是死 是名词 动词就是 名词就是die 复数就是dice 就是骰子已经 撒出去cast 我们就投出去 投出去 丢出去了 骰子丢出去了 你怎么说不算了 我爆的不好不算 而不行 木已成舟 事已至此 dark e dog 那我们说呢 a place where people are in fierce and ruthless competition and willing to do anything to gain the advantage 就是一个地方 就是人们呢 in fierce 就是非常激烈 and ruthless 无情地去竞争 互相竞争 而且愿意做任何事情 去得到一些advantage 得到一些好处啊 利益啊 优势 就残酷的竞争 这男人为了要得到什么 为了要得到优势 就不惜杀人了 女人不惜做鸡啊 不惜怎么样怎么样 就是狗吃狗啊 就是悲惨世界啊 这世界乱的章法了 人竞争太厉害了 为了什么事都肯干 所以以前呢 中国很多 末丹 革命 或什么革命啊 通常是饭不够吃了 皇帝倒是 比较不会乱杀 那比较少 就是 在天台人祸啊 天台就是旱灾啊 水灾啊 超大了 老百姓受不了了 居无定所 结果昏君嘛 他们没有办法处理 或者是呢 瞌睡过重 他可能要打仗啊 喜欢那个 喜欢那个作战啊 炫耀武功啊 或者是皇宫盖得很好啊 自肥啊 等等 老百姓受不了了 狗咬狗了 所以在那个时代呢 就是人 没有东西吃了 义子而去 他在换小孩子吃了 因为我不忍心吃我儿子 要我们互相换了 那人呢 为了有一碗饭 是不惜杀 所以有时候 我们看台湾有些新闻 一个人欠另外一些被杀掉 欠多少钱 欠一百万一千万一 有时候欠了什么一千块 也在杀人 哇 这个这个 这怎么办 都不难 不要把他推上了 这个 这个 狮子那边 老板叫狮子 会咬人呢 他现在在 Furious 在神器当中 这个 因为 后面要加这个 要加名词啊 Infurious 我们加名词啊 如果 is furious now 那前面的话 我们就 is furious now infurious就加名词啊 这个 我们就要了解 is furious 或者 is infurial Now and I can't see him at this time 联邦电话局一直在监听我的电话 The FBI has been listening and on my phone calls 那为什么 has been at完成式 就一直 一直以来 所以我们完成式 用一直以来蛮好的 就是 从过去一段时间到现在一段时间呢 过去完成式 现在完成式 如果过去完成式 过去一段时间到过去一段时间 所以这个 现在是跟过去完成式差别 但现在完成式到现在还进行 过去完成式 现在没油咯 就插来这里 都是一段时间 所以这个 英文现在是过去是未来上的一个时间点 所以 完成式非常好用 当讲师讲完成 就翻了 谁在翻呢 翻了乱七八糟 但是完成式 已经完成了 已经完成还是一个点 他不是 他完成 他这个 英文也翻得不好 中文也翻得不好 那你说我们翻的一直以来 就蛮好的 可是这个 最后说我们取了个 取他的名称 所以孔子说 名不正者言不顺 你说 现在完成式 就表示现在啊 怎么又一段时间以来 名不正 言不顺 学生听不懂啊 老师你说现在完成 还是讲现在啊 老师说 没有 现在完成是过去 那谁到现在 那学生说 那过去怎么不讲 这没办法 就已经讲习惯了 就现在完成 但解释半天好累啊 所以这个很糟糕 ABS has been listening And on my phone calls 听了我电话 已经一段时间了 当然有些后面会加啊 已经听了半年一年了 后面再加时间 可以 如果不想加就不加 你的其中报告 不但教的晚 那种也发散可行 我们可以用 UFinal Turn Paper 就是Turn Turn就是学期了 意思也很多 你得学期报告 那为什么呢 为什么叫Final 因为那个 有其中报告 那Med Turn 总结 那这个期末 叫Final 所以很多这个 很多大学啊 外国大学 除了一般的考试以外 很多大学都不考试了 不考试就叫你交报告 当然有些测验难免了 就交报告 尤其研究所 研究所以上是不考试的 他觉得考试不需要 你是来研究的 你不是大学生 他要鞭策你 就开一些书单 你自己去看 然后上课我们来讨论 当然老师 这个教授可能会讲一些什么东西 大家来讨论 他重点是 你要研究 你不是像小孩子 所以我们期末 情报报告 It's a daily 就是交的晚 A dollar short 当然不是少一文钱 就内容也不好 这个意思 刚才前面解释他有好几个意思 我和老板吵架 就辞了工作 现在目已沉重 改变不了了 老板因为 寝室获准 I had a quarter with my boss and I quit They're done as cash Lambguilla 被老婆骂 那么冲动 那我们以后怎么办 没钱怎么办 我再找一个 找不到怎么办 坏女婿上班 不要 我相扑轿子 完蛋了 不够跟老爸老妈借钱 就老爸老妈 挂我屁事 我们一点养老金 两口已经 也不是很充裕了 完蛋了 一家生活 一家生活陷入僵局 陷入困顿 I had a quarter with my boss and I quit The die is cast 世界上有如此多的饥饿 战争不幸 这真是恐怖的世界 There's so many hungers wars and miseries in the world It's really a dog eat dog world 你看这世界上有如此多的饥饿 战争不幸 在这世界上 这是一个狗吃狗的世界 就是一个不幸的世界 乱七八糟 大家为了生活 为了吃饭 为了一些东西 这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所以我们这些都加 重点是都加S 因为你说hungary的饥饿 应该抽象名是没错 但他也可以当 有各种不同的饥饿 战争本来就可以加S Misery也可以加S 各种不幸 所以英文最麻烦的就是 他有时候可以当一个抽象的时候 他就不能加S 他有时候又可以当 不是抽象 当一个具体的 有各种不同的饥饿 各种程度 种类不同的饥饿 所以这个加不加S 学会很大 我们再熟悉一下 Don't throw me to the lions Our boss is in fury now And I can't see him At this time The FBI has been listening in On my phone calls You will find a term Baber is a day late And a dollar short I had a quarrel with my boss And I quit The die is cast 这个骰子已经cast 丢出去 我们就cast 也可以用throw 也可以roll 通常是用roll 就滚 滚那个骰子 外国人喜欢用滚的 我们说爆起巴拉啦 我们就丢 外国人是用roll roll or die 或者roll 都可以 你可以用cast 也可以用throw 也可以用roll 也可以用roll roll就是滚动 I had a quarrel with my boss and equip The die is rolled It's a thrum 可以用好几个 但是我们这个成语就不能动 它就一直用cast There are so many hungries Wars and miseries in the world It's really a dog eat dog worm 好 这集讲这里 可以用转换 可以用来